在冲突理论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就是当你内部有问题的时候就转移到外部去 第二个当你没有能力按照你的方式结束一场战争的时候就扩大战争 以色列现在就是这样 那当然当这事情发生了之后 对伊朗来讲值得关注的是伊朗 因为伊朗在我们在看金庸小说的时候 波斯人带着圣火令明教的那样子一种 感觉上面来讲就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国家 可在中东面对到以色列 以色列前前后后跟着美国 已经让伊朗已经最少连中四枪 从苏雷曼尼在巴格达 美国公开讲是我杀的 美国杀了苏雷曼尼 其实就已经开启了已经将近五十年在国际社会当中 形同默契的不应该再用任何暗杀的手段达成政治目的 可是当美国这样做了之后 在这个世界几乎就开禁 以色列之后 你看到他 他呢不管是不管是呢到伊朗的境内 也在巴格达夫 也在也在德克兰附近呢 杀了他的他的科学家 核子科学家 你看到呢也不过就是呢两个多月前的三个多月前的时候呢 用F-35用导弹呢在在大马市市格 杀了他的圣城旅的几乎把圣城旅指挥官团灭 再加上呢这一次的哈尼亚的事件 对于伊朗来而来讲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是伊朗在面对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 这么嚣张的在我的境内杀我的人 如果你都能够忍得下去的话 这个在国际法里面是个工地的标准 你看到印度被怀疑到到的到加拿大呢 可能呢去去杀了一个席克教的教一个教士 你看到呢加拿大的反应 你看到美国的反应 好像呢这是呢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想想看当年 当年刘宜良江南的案子 你看看美国会会放过国民党 会会放过蒋经国吗 可是今天伊朗在面对到以色列 在几乎在中东地区如入无人之境 渔取渔求 伊朗所表现出来的脆弱 伊朗在面对以色列除了出一张嘴之外呢 几乎呢无所作为 他会大大的削弱伊朗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以及呢在这什叶派当中的公信力 哈尼亚 巴勒斯坦 或者现在哈马斯 哈马斯是逊尼派 逊尼派的领袖 他为什么不会去躲在逊尼派的大大国 躲在沙特 他为什么要躲在伊朗 你知道基本上他们逊尼派 都已经被美国长时间来控制跟收编了 躲在伊朗 一个巴勒斯坦 哈马斯 逊尼派的领导人 到 到这个 到德黑兰 甚至于呢是躲在呢 伊朗的保护之下 现在呢在中东地区呢 在深远 哈马斯的全都是逊尼派呀 全都是什叶派呀 逊尼派几乎没有人敢敢讲话 可是这次以色列所采取的攻击行动 美国也不要客气 这个是世界上面呢 没有人相信呢 没有美国呢 睁眼闭眼 毕竟纳唐亚胡才刚去过美国 上个礼拜人还在美国呢 才刚回到以色列而已 就发动了攻击行动 杀了呢 杀了真主党 你说呢 真主党呢 去攻击你呢 你北部的边境 造成你的人员的死亡 好吧 那请问你这个呢 哈尼亚呢 哈尼亚 哈尼亚他是实质的 现在的哈马斯的领袖 在这场的冲突当中 哈尼亚几乎 如果以色列呢 对哈马斯 对加萨地区 是用种族灭绝 对哈尼亚呢 是超加灭族 哈尼亚的家族的成员 最少60个人 已经在死在 以色列的攻击之下了 但最重要的是 这件事的事情 还牵涉到两个国家 第一个是中国 中国才刚调解了 巴勒斯坦的14个教派 的一个团 团结 这个里面哈尼亚 虽然没有到北京 可是每个人都知道 这是哈尼亚同意的 但是刚达成了 14个教派的团结 以色列就动手了 你把中国放哪里 第二个是法国 法国在 在今年呢 才两个月前的时候 马克龙呢 在跟了习近平 习近平到法国 访问的时候 马克龙特别跟习近平 在共同的 共同声明里面提到一点 马克龙希望习近平 支持奥运修兵 奥运期间的时候呢 大家呢 让战火都平息 大家好好的运动比赛 呈现world peace 可是呢 在奥运期间会动手 这个呢 对以色列来讲 是干冒呢 国际是大大不会 在法国在办奥运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动手 转移了整个奥运的焦点 法国面上挂得住挂不住 或者纯粹是面子问题 中国到现在为止 这件事还没有反应 我们刚看到许多国家呢 在谴责以色列 中国还没有讲话 中国的反应是最关键的 现在因为本来以哈在和谈嘛 这边谈 这边战事休兵等等 所以他们就讲说 你就把那个哈马斯谈判的 最重要的人 把他给炸死了 你还要和谈 就不谈啦